大家好,我是妍妍 最后高烧,我是秋子 天马行空,我是露露 是回国 头来我们再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首先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新闻呢 就是这个,还是同性恋 究竟在中国的同性恋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呢 中国同性恋就被抓进去这个神经病院关了吧 没有,就是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个河南驻马店市民 这个一名同性恋男子呢 他就被关进当地的这个精神病院 接受强制治疗19天 最后呢,他只是没有办法 最后是他的朋友去帮他报警 他才可以脱身的 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驻马店人 就是这个同性恋被抓进去关了 其实他去年被妻子发现是同性恋 然后双方正准备协议离婚 然后他们原本是要去 10月8号那一天 他们原本是要去这个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日子 但是却没有想到妻子还有他的家人呢 强制把这个受害人呢 就是他叫于虎的 送去了这个马店市的这个精神病院 然后于虎当时他就讲说他没有神经病 然后还要强烈要求出院 但是却找这个医院拒绝 觉得他是患有这个芯片号障碍的名义 就强制把他锁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 这个于虎收访的时候就有锁了 他说他进去过后就被绑在床上 到时下午就有几个高大的男子过来 强行把他的衣服给脱了 并换上精神病院的这个衣服 他不可能要换这个衣服的时候 这些精神这些男孩子 就是这些医疗人员 所谓医疗人员还取笑他说 你是同性恋 让我看看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最后呢 而且他还就是每次就是被比这个服药打针啊 或者是被找到打骂啊 最后他的朋友向警方求助过后 10月26日他才得以脱离医院 是这么一件事情 这么一件事情 首先这个女方的家属 然后呢 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那么女方的家属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权利 可以把一个人送到精神病医院 这是一个疑问哈 不是女方的家属 是他自己的家人 他自己的家人 女方跟他自己的家人 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 女方跟这个男性自己在家 把他送到 我在想为什么女方的家属 有什么权利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 但是他的家属 他的家属确确实实是他的爸爸 或他的妈妈之类的 这样子一些家属了 那么这样子的家属 我们也想问 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法律权益 或法律的一个要求 允许这个父母 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精神病医院 其实我还有 这是一个疑问 然后还有一个疑问 其实是就是因为 1910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是在世界卫生会 大家会去宣布 同性恋还不是一种病 那精神病院本身是 怎么可以这样收留 这个病化呢 凭什么去收留呢 它凭什么去好像强制你 强制要去治疗你 然后甚至去打针啊 然后给你吃药啊 这些都是受过认证的吗 可能在精神病院里的 那个医疗人员都是有一点病 就是精神病 所以他们才会对他 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其中的 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精神病医院 它是通过怎样的一个医疗的 一个诊断 可以收这名患者的 这是一个疑问 但同时呢 说的是政治正确这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官方 对于同性恋是怎样的一个看待 现在中国官方对于同性恋 这个问题还是 讳莫如深的一个观点 或一个态度的 不愿意马上把它提起 但是主要的这种感觉 给人的感觉 是不是很赞同这个同性恋行为的 这是中国官方给人的一种感觉了 然后但是这个就是意识形态不一样 就是也许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中国 不能说东方 中国的意识形态 在某些程度上的政治正确性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西方呢 什么叫做政治正确呢 你就包括在美国 我们要就尊重同性恋 和跨性恋者的一个 尊重他们的人权 然后尊重每个人 个人发言言论自由的人权 这是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 政治正确的一个表达和表现 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执政党 包括就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和奥巴马 他们都都持着一种政治正确的一个态度 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看法 但是唯独川普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然后但是另外的一方面 中国也有政治正确 什么是中国的政治正确呢 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领导 民间要团结 要安稳 然后等等的 要大家有民族共同感 共融感等等的 这是中国的政治正确 那么关于同性恋这个问题 也许我想中国政府这方面认为 就是这个同性恋问题 它是西方人的政治正确 但它并不代表是中国人的政治正确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并不表达完全支持同性恋 但同时也不会完全表达 它反对同性恋 只不过在别人的感受里 它是有不想和希望的政治正确 一样子的一个政治正确 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个 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了 我们 好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新闻 另外的一个新闻呢 除了这个河南的之外呢 还有这个中国的马云 最近也被骂翻了 是挺可怜的 我觉得他 就是因为还是有他自己的那个想法吧 就阿里巴巴的集团董事局的主席马云呢 在星期二呢 就在投资者的会议上回应了假货的指控 他就说呢 许多的假货商品呢 其实都比真品的质量更好 而且价格呢 是更加优惠的 那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就被网民指着说 这是公开支持假货的节奏吗 是无耻之变耶 嗯 是 所以他就被骂翻了 我本身其实不会觉得马云可怜啦 我明白他可以站在他自己本身的立场 就淘宝其实 就卖了很多的假货等等 他是一个 算是假货市场吧 我没有去 故意冒犯的意思 我也没有说去买假货就是不好还是等等的意思 只是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很不 比较不尊重原创 原创品 你 如果你 讲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 他也就是说 他说话是有力量的 那你说 假货比真货好 而且 他说了 这些假货为什么比真货好 是因为他要做的比真货更 更 更细致 然后就是 要跟真货可以媲美 因为你要做的像嘛 那你做的像话 那你自己手工本身就很细致啊 等等的 这样子的话不成立啊 如果你本身有那个手工 你本身有那个才艺 为什么你就是不要去注册一个商标 然后成立自己的这个品牌呢 嗯 是 所以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 产权保护问题 就是 你自己独创的一个东西 很容易被别人给copy copy了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法律可以保护你的这个产权权益 所以这 这个方面呢 也是需要就是 呃 中国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但同时呢 呃 这句话也许假货比真货好 这句话哈 呃 你如果细分析起来 我们感觉他这句话 是在 在这个中国整个大范围内的 这个产权问题 不是很明确的条件之下 然后说出来的这句话 但同时这句话某些程度上 假如说我 我好了 呃 一个一个 假如都是一个牌子的 LV的 一个假货 一个真货 呃 哎 不能说LV了 然后就随随意的其他的一个 假如说一个手机吧 呃 因为中国的很多的这些厂商都会copy Apple的手机的这个模型 然后制造出自己的一个手机的一个模型 呃 如果说是呃 中国有有一个假货 他copy了西方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 手机品牌 呃 那么这个假货 哎 他的性价比上还不错 他外表上跟这个真货是一样子的 然后同时呢 呃 他他的这个呃 价钱还比较便宜 然后他的质量还比较好 那我应该选择哪一款呢 我想选择一下 如果是真的有钱的话 那我肯定要选择真品牌了 维护我们的产品 就是产品的这个权益嘛 但是假如说我我钱也有有限 那我我要我要买哪一个比较合适一点呢 对于消费者来说 呃 这个这个问题呢 也许如果我们再回到 马云说的这句话上说 假货比真货好 又有怎样去的理解呢 呃 可是以你刚刚所说的吗 如果是以 他是如果是copy的话 我我我就想到那个 欧波手机 欧波手机的Y型 最近还蛮超 还蛮像 不要再说超 蛮像这个iPhone 6s的 当然 可是OPPO它有这些它的品牌啊 它自己去打这个品牌 那假许 你要走的是一个低价品牌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去超别人的呢 那马云这句话你说 假货比真货好 为什么假货 你要去做那个假货呢 而不是你要作为自己真货 然后自己以一个 自己的商业品牌 然后自己的这个商业里面去 去营业呢 去继续你的自己的一个帝国嘛 是是 嗯 呃 这方面它也有 它它它它会 其实每个 呃 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呃 它是 举步危险的 也就是说 它的竞争者很多 但是大家会喜欢一个很 很好的品牌 就是假如说 我们喜欢苹果品牌的话 那我们大家都会去买苹果品牌 它因为它的知名度在那呢 呃 但是有一些小的一些厂商 呃 它也没有什么知名度 呃 那么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也不受保护 呃 同时呢 呃 它要创造一个新的出来 并不会比其他的周围的这些手机产品要好的 好到哪哪去 所以它合不不逼 就是copy一个或者山寨版的一个apple的手机 然后这个性价比比它好一点 然后卖在市场上 大家还是挺喜欢的 然后就买掉了 嗯 也许有这样的一个呃商业的经营策略存在 嗯 我相信 可是对于本身 如果是说去购买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来讲比较不公平呢 可能他们本身就会觉得看到 哦 是apple手机 然后过后 他们可能拿去apple店的时候 就说说 哦 这个呃 warranty等等的 啊 我手机话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过后就讲 这是水货的生产版 我们不能帮你换 那你换了那个钱 过后你才发现 哦 原来我买的是水货 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来讲 会不会比较不公平呢 呃呃 也许有很多其他的假货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存在 但是apple他要买的话 假货的 他心里知道这就是假货 他不可能去申诉 好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 一个新闻 呃 这个新闻呢 呃 就是啊 发生在上海的迪士尼 啊 上海迪士尼这些中国媒体 就认为了啊 这个中国媒体就过分吹捧 这个一票男children 呃 我从 我记得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 上海迪士尼 如果你要买票的话 你要 他的那个票已经售完到76号了 就是76号票你才买得到 然后之前票你都买不到 但是呢 其实 这只是雷声大 一点小 因为 这个 有这个东网 香港东网的记者 周二在清晨 这个迪士尼官方网站 及阿里旅行 上海迪士尼 旗舰店 都发现了这个成人 儿童 还有老人的票 依旧是有出售的 6月16日至9月30日 每日都显示可购票 可见 消情其实并没有 好像这个中国媒体所说的 就是一票男children 而且 其实 那个 香港迪士尼 中国上海迪士尼之前 不是有这个开放日吗 就是给大家来试玩等等的 然后也给人家就是炮轰 就是说太贵啊 等等的之类的 这个 记者呢 记者其实也是有 纷纷就是在 收视在开幕 上海迪士尼的时候 就有派人 就是前往试玩 但是感同时的时候 就是排队 白天的时候呢 每个相互最少排队 一个小时 最长五个小时 就换来那几分钟了 这个刺激 还有这个游戏体验 而且他们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有说了 很热的时候 你又很热 然后下雨天的时候 有没有地方给你遮 对于游客来讲的话 可能就没有 没有想过那么多啊 没有去照顾 这个游客的感受 可是你去那种游乐园 都是会花上 一整天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是 蛮浪费时间 因为曾经我是去过 就韩国那里的游乐园 我们去是用一天的时间 然后我记得当天呢 我只是排到了 四个游戏而已 因为我排一个游戏 差不多已经是 两个小时多了 我觉得也是有 很多人在那排队吗 是很多很多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入票呢 是可以有那种年票 或者是约票这样的 然后是那里 当地的学生很多 然后他们就 会跟着一起排 所以游客跟当地的学生 也一起排队了 就搞到 你真的是排了 两三个小时 你上去玩一个过山车 你就只是那一分钟的时间 觉得好浪费时间 基本上游乐园都是这样 可是就是基本上 我韩国的爱宝乐园 我太小的时候去了 所以我不太记得 我记得是 我去新加坡 那个Universal Studio Universal Studio 基本上因为也是很多人 很多游客 但是呢 他们基本上就有是 有给你遮盖的地方 然后也有风扇等等的 还有那个 吹那种干冰的那种风扇啊 就让你没有在这么 因为新加坡其实真的很热 然后 因为热带国家嘛 然后你热带国家 然后你游家的热 你如果要等这么久的话 基本上游客会烦躁 所以 游乐园其实基本上还是要 去孤立 游客自己本身的感受啦 像在新山 其实也是有一个游乐园 是那个Lagoland 我没有去过 但是我听我朋友说 你等那边的树长大了一些 你才去吧 要不然真的好热 因为没有遮盖的地方 但是他们在上海 会有那个四季吧 所以可能他就不能 就是直接制造一个 遮盖的地方啦 为什么呢 因为四季可能有时候很凉啊 有时候又很很热 很凉的时候 你也需要这个遮盖的地方啊 那他风水不进来 不会啊 这个这个问题 还是双方需要协调 你包括从购票的这个方式上 你可以协调一下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中国人是很多的 你你如果说闹 闹凉庭的时候 有时候不不太够中国 那么多人来购票的 所以这个方面你需要考量到 那么所以另外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购票的这个方式上 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从网上购票 如果你看到这个票没了 那你就不要再等了 如果说你认为这个票 还你有可能去拿到 那你就可以 再再等一下时间 也无所谓 也许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吧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北京这方面呢 不仅仅是北京啊 就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学校里的这个操场 发生了一些问题 中国北京市呢 有近期呢 就有几就有多所的学校呢 就传出了操场上呢 有一些异味 那那些异味呢 会导致学生呢 流鼻血啊 头晕啊 皮肤过敏等等的症状 那政府 北京的官方政府呢 就决定了 那个就把那个制定于呢 塑胶操场建设 以及监测新标准 并且呢 下令各校的在建 或者是操场呢 停止那个施工的活动 读操场的事件 就是有很长的时间都在发生了 到现在位置还没有解决 究竟是发生在哪一个问题上 之前发生的问题就是 学生在毒操场上跑着跑着 不就晕倒了 晕倒之后呢 就检查有学校板减低的 然后各种各种样子的一种 就是并发症 所以呢 这个事情是威胁到整个的 我们所说的年轻人是 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 然后你要毒害了七八点钟的太阳 你整天都看不到太阳了 需要当局的政府 好好的去重视下 这个样子的案件了 如果来就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